好,那现在请回四位嘉宾上来 就算你说我今天在高义虎游场建公屋 建公屋是否应该大家都赞成 但其实也不是的,很多人都不觉得建公屋就能够解决任何问题 因为很简单,就是人们会问,建公屋之后是给谁住的 例如公屋储户问题 是否公营房屋制度是否能伺服香港最需要帮的人 最惨的劏房户是否因为他们根本就是等不到公屋呢 即是公房屋,我想今天来说我们仍然当是一个福利 我个人就觉得不是的 每个人其实都有基本的权利 去要求政府给一个适足的居住环境 香港绝对有这个财政的能力做到这件事 我们不会被新加坡政府窮 新加坡的市民,你可以说 百分之八十是住在政府的造屋 香港为什么可以不做到? 还有我们就是说,如果不是一个福利的话 其实我们造的公屋呢,其实是舒适 是可以让所有的香港人安居落叶在那里 自然就是说,我不可以用那件事来赚钱 那就是说,你是想安居啊,还是你想赚钱? 赚钱有很多方法,你去澳门,买房子 放进去头一个,然后住都可以的 但是就是说,政府不是鼓励别人去炒卖 是鼓励别人安居落叶 就是说你有权,住过世的,没有问题的完全 你下一代,总之香港人十八岁走一 民政府拿一间屋 那你怎样运用你自己的智慧 或者因为你那个居住的开始少了 我可以有能力,我去自己创业,我去做什么小生意 或者再拿多些学识、经验那些 反而我觉得那方面,是给到一个空间 香港市民更加是发展得更好 就不是靠一间屋去赚钱 就是自己永世绑住在那里 有好些的机会,都不敢去做了 我说一些,一定会给一些年轻人说我老师傅的东西 我小时候租私楼 我老爸跟我说,我们不会去轮工屋的 他说那些是留给一些有需要的人去做 那那个年代,香港人的老爸 就是有这样的想法 不觉得是一定要买房子的 居屋的模式,说是置业的话 我觉得是不反对 但是公屋就是很无效率的一个制度 公屋就是一个,那个业权很古灵精怪 令到那些人流转很慢 令到他们就算是变了父母,又赶他们来不走 实际上,我们去过很多公屋的地方 见到很多很漂亮的车 不是每个都是这样的 但是有不少部分都是这样的 最差的我听过就是说那间风水好 那于是乎就是,就是 找到很多钱都是继续留那间公屋在那里 喂,外面排在那些是否更惨 你住了几十年在里面 可以养一两架很贵的车 有生意,那还继续住在里面呢 但是它是个制度问题 我觉得如果政府它不是很有决心去改善 这间公屋的效率 它收地来再建多些公屋的话呢 是只会助长这个没有效率的制度去千秋万势 我觉得不是那么理想的了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几位精英呢 就是如果问中央去拿地 无论它那块地是哪里呢 是可行啊 是可行啊 还是不可行 我自己觉得呢 这个问题之前呢 是因为 有一些人呢 这个当然阴谋论 是想挑拨中央和香港的矛盾的 就是才强调军事用地 以我刚才的逻辑呢 就是用着的就继续做 很多没有用的都不做 为什么没有用的不做 就是去拿别人已经在做的那些 製造难题的嘛 原本呢 就不需要考虑的 不过 你说有时要期望管理嘛 戈尔夫球场我拿你 石江机场我拿你 以显示我 多有力 多有power 多有决心 那 那跟中央打个招呼 等它努力争取得到成功 那便 拿回几分咯 看中央幸运给几分你 但如果你说是象征着 被社会的舆论 就象征着中央 都受不住压力 被逼要放弃 那如果变成这样 中央就变成 用政治眼光来看这件事 就是你挑战我权威 那便会整和了这件事 就是我刚才说 石江机场 还有多少军事用途呢 根本这么老爷的机场 所以我自己觉得 如果纯粹说重新规划 那那里政府全面规划过 那便 告诉商商 如果这里做这些更好 你可不可以谈一下 商量的息就会容易拿到些 如果你说斗真息的 一起去示威 叫口号 那便拿不到的了 但如果现在有两个问题 如果现在除销了所有辣椒 但只限香港人 有永久居民身份证那些 辣椒那些就全部不要了 只限香港人 有身份证那些 还有如果再定一个 低一点的保地价 保地价被批给发展商 用来再建房子呢 如果现在这样的情况 有没有足够呢 其实你刚才一连串的建议 我都值得考虑的 尤其是减纳 尤其是本地人 那些 但是你说去到二手楼 空置税那里 就会是 我想它执行会很有困难 即可以做 但是我从来不支持空置税 因为你一手楼的 根本的空置率很低 那么你二手楼的 它执行很困难 所以 尤其是 香港都是住高楼大厦那些 你很难去知道它有多少 我想 你问的一个问题是正确的 因为现在的死穴当中 就是二手楼的流动性 完全是冰封了 我曾经跟政府说过 如果 我不是觉得辣椒的问题 我不是那么重要 我觉得是一个 金管局的问题 是 流动成这样 就 根本 你正常人是 不会买到 二手楼的 因为现在的 平均浪漫 我不要说价钱问题 去到现在是要 供 只是供四成七 你要给 down payment 要给 五成三 你想想一下 一个正常人 一个中产家庭 怎样是科度一 所以 这些购买力 就被一手拿了 但不是代表 一手救到二手 因为二手死了 在这个情况下 所以我刚才所说的 除了地的问题 其实政府 那些辣椒 加上HMA 做的那些事情 是令到 结果 我相信是 一个不能预计的结果 我所说的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的问题 这个就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但至于他们 敢不敢 像你那样 减辣 或者降低案件 我回答你 他一定不会行 他一定不会做 一升上去之后 他会背锅 所以他又不会做 好多谢大家 今天出席 多谢今天 四位的讲者 AM730 未来 在月底 还有另外一场小辩论 多谢大家 到时 如果你有兴趣 也可以再来参加